我一臉來形容 就被它整個電燈的氛圍 它平身的設計 還有它的香氛給吸出 就覺得說 那個有點像緣分有沒有 就是那個就是我要尋找的味道 就是味覺 其實我就覺得很浪漫 就整個洩霧的過程 其實我噴香氛蠻隨性的 蠻隨意的 因為有些人會說 看大師說要什麼手腕 或者是額度 或什麼的 其實我真的很隨心 我想到我不是覺得 我身上的香氛有味道 但不好意思 我就會自刻去補痕 那剛剛也講到 因為我自己的運動是不玩 就是騎馬 那像騎馬的時候 這個香漢淋漓的機會更多 所以變得我隨時隨地 我都會把香氛帶在身上 那讓周遭人會感覺到說 有時候 雖然從它旁邊飄過 那個香氛也就跟著飄過 那大家就會記得說 那個金玉瓶還很深 就是 司儂剛剛的 我就會心一笑 我就很開心 其實我希望 我用香氛給人家 是這樣的感覺 你跟這個人有什麼關係 因為已經有男朋友了 所以不是 沒有啦 所以我條件目前沒有想太多 不過 如果能夠跟鳳妍男爸爸一樣 就是大場推 我覺得我會 優先考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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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要 那因為有一些 如果用香氛提煉的話 它不耐聞 或者是說 你可能一時之間 聞到一個很濃郁的 很 就是嗆咪咪的味道 但這支完全沒有聞 你第一時間接觸它的時候 你就會就 會有一種窩度 這樣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你就會想 就有點變態 就想要深深地吸一口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這樣的香氛 是噴灑在一個美女身上的話 是不是不論男生跟女生 都會想要靠近它 然後想要吸一下 我覺得這就是香氛當初的作用 對 對 那你是不是有帶這個 鑽石 你不覺得很漂亮嗎 我剛剛 因為他們兩個今天是第一次見面 對 但是他們兩個剛剛見面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 在場每一個人都說 哇塞 真是太大了 一模一樣 那彩鑽呢 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 代表 Angaro呢 也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相分